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麦克莫瑞提克主办的线上网络培训课程 麦克莫瑞提克是颗粒、粉末和多孔材料表征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广大的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支持 本期的培训课程,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麦克莫瑞提克的应用科学家张晓天博士 为大家讲解BET比表面测试的要点 张晓天博士毕业于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也是新加坡南洋科学院研究顾问 长期从事物济材料的研究和表征 对麦克相关仪器在物理吸附方面的应用与开发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张博 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麦克莫瑞提克组织的网上培训课程 今天由我应用部应用工程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BET比表面测试的一些要点 本次BET使用方法要点只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为简介 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BET的发展历史 以及其应用的背景 第二,我们会就BET方法理论基础 做一些简单的阐述以及解释 最后我们会结合一些案例来分析一下BET测试笔表面的一些可以应用的地方 所周知 BET方法测试笔表面是有很多的应用点 笔表面是一个材料的基本性质 特别对于颗粒材料来说 分析起笔表面对颗粒材料的应用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轮胎中所用到的碳黑材料 这个碳黑材料的B表面积 就可能关系到这个轮胎的质量 比如说它的耐久性 它的弹性 它的摩擦系数等等 此外,对于电池行业来说 特别像现在非常火热的锂电池行业 颗粒的尺寸比表面积对于电池 诸如正极、负极、隔膜等材料的性能 有着至关的影响 颗粒越细或者颗粒比较粗 都会显著的影响这个材料的放电和充电性能 比如说对于正极材料 银酸铁底或者正极三元材料来说 颗粒的粗细直接影响着 其表面电荷传输的节面积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B表面来分析一下 我们材料当中颗粒的单位质量的面积 从而可以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 我们电池的放电性能是如何的 比表面也是在制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比如一般来说 药物的比表面积越大 其溶解速率或在人体中的代谢和释放速率就会越快 就比如在制备陶瓷制品时 烧结颗粒的比表面可能会影响我们陶瓷成品的强度 质地和外观 在涂料行业中 不管是油性气还是水性气 涂料当中的颜料的比表面大小 会影响其在水性或油性气中的风散程度 从而影响其的颜色的均匀程度 光泽等等 所以来说比表面在各行各业各种材料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尤其对于现在像催化剂 莫佛 后佛等材料当中 比表面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其催化 即储能的性能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比表面的计算 如果是一个规则的颗粒 那么它的计算是相当简单的 比如说 如果一个颗粒它是个立方体 那么它的表面积就是6乘以它的边长的平方 如果颗粒是可以看作一个规则的均匀的球体 那么它的比表面积就等于4倍的π 乘以它半斤的平方 但是对于很多颗粒来说 它的形状是非常不规则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计算像此类颗粒的比表面积呢 这边我们在图的右侧显示了一些外观极为不规则的颗粒 其中有些颗粒的表面覆盖了很多孔洞 这些孔的尺寸可以从微孔一直到大孔 对于这些颗粒的比表面的测试 以及孔径的测试 我们都需要用到气体吸附法 气体吸附法就可以对于这些不规则的颗粒 进行很好的比表面和孔径的分析 气体吸附法 当达到动态的平衡之后 我们通过计算出以吸附的气体的体积 就可以测算出被测样品的比表面积 一般来说 一个样品的比表面积等于单层覆盖分子或原子的摩尔数 也就是说 在样品表面形成一层单分子层或单原子层的吸附质气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多少吸附质气体分子或者原子的个数 我们通过吸附的量可以计算出来 把这个单层覆盖分子或原子数 乘以单个分子或单个原子 也就是单个吸附质分子或者单个吸附质原子的节面积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以颗粒表面的总的表面积 拿颗粒表面总的表面积 除以你样品的质量 我们就得到了样品的比表面积 对象 Longmail率先研究了通过吸附质气体的方法 从而来表征或者计算颗粒比表面积的这一套理论 Longmail假设 吸附质在吸附剂表面形成的是单层的吸附 而且吸附质与吸附剂表面发生的碰撞是非弹性的 通过这两点假设 Longmail建立起了所谓的Longmail方程或Longmail模型 是用来专门描述单层物理吸附的模型 也正如此 Longmail因此获得了1942年诺贝尔化学奖 物理吸附过程其实是一个复杂多步骤的过程 但简单来说 物理吸附过程又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随着吸附质气体压力的增加 或者吸附质气体相对其饱和蒸汽压的风压的增加 吸附过程会由单个多点吸附 一直发展到最后借孔大孔的凝聚填充过程 在非常低的相对压力 或在非常低的吸附质气体的绝对压力下 首先发生的是吸附剂表面单个的多点吸附 然后随着吸附质气体风压的增加 一般在增加到0.01以上开始 单点多个吸附可能就已经完成了 随后发生的就是表面单层的覆盖 这时候在吸附质气的表面 可能就覆盖了一层单层的吸附质膜 或者是吸附质峰子 当我们继续升高吸附质气体的相对压力 或绝对压力 那表面单层覆盖结束之后 就开始发生表面多层的覆盖 表面多层的覆盖 就是在吸附质气体 在建立完单层覆盖之后 继续在吸附计表面 发生吸附的这一过程的现象 多层覆盖可以用BET方程 或BET理论去计算 1938年 Steven Bronner Paul Hall Emmett 和Edward Taylor三个人 共同创建了多层物理吸附理论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BET理论 这个理论假设气体发生的是多层物理吸附 而且吸附驱动率是吸附质的凝聚液化热 当吸附质气体在吸附器表面发生第一层吸附的时候 其吸附热不是液化凝聚热 而当从第二层开始之后 其吸附放出的热就是吸附质气体的凝聚液化热 而且第一层放出的吸附热要大于第二层往后的吸附热 BET模型特别适用于多层物理吸附 对于很多大孔或五孔材料表面发生的吸附 往往都可以用BET模型去解释和模拟 BET模型或BET理论有如下几个假设 第一,它是适用于多层物理吸附 属于它假设吸附剂表面发生的吸附过程是个多层吸附 第二,它所假设的吸附剂表面是五孔的均式表面 表面各点的吸附能一致 对于大孔或者是五孔材料 我们一般都可以使用BET模型 第三,它假设第一层吸附热要大于之后的各层吸附热 且吸附热与吸附剂表面的吸附质浓度没有关系 也就是和其表面的覆盖度没有关系 第四,它假设从第二层开始 吸附热就等于吸附式的液化热 最后,它假设吸附器表面已被吸附 吸附之间是没有相互作用的 同时,我们BET方法或BET方程所适用的范围可以是五孔或大孔材料 五孔和大孔材料所对应的等纹线一般是二型等纹线 同时BET理论或者BET方程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借孔材料 借孔材料的等纹线一般是四型等纹线 我们的BET方程或BET理论是不适用于微孔材料的 但是对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可以用BET去分析微孔的比表面积 但总体来说,微孔材料的比表面积并不适用BET方法去计算 如同所示,微孔当中的方程就是BET方程 其中VA就是指在一定的吸附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下 达到平衡之后吸附质被吸附的体积 而P就是吸附质气体的压力 也可以说就是其平衡之后的平衡压力 而P0就是吸附质的饱和蒸气压 通过BET方程我们可以算出VM这个量 VM这个量也就是吸附质表面吸附质达到单层饱和吸附量所对应的体积 通过算出VM我们就可以算出吸附质的比表面积SBET SBET就等于NM NM就是单层饱和吸附量 使所在表面具有的吸附质的气体分子的模仰数 再称以NA就是阿弗加德罗常数 再乘以这个Sigma 就是每一个吸附质气体的 吸附质气体分子的减面积 这就是你吸附质的总表面积 再除以你吸附质的质量 也就是你吸附质的比表面积 简单地将上述BET方程做线形化 就可以得到下方辉框中的线形方程 其中应变量就是PE除以VA乘以P-P0 而质变量就是PE比P0 所以在我们做图当中 横坐标就是相对压力PE比P0 重坐标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质变量 P除以VA乘以PE-P0 通过这个线形方程 我们会得到红色的结距部分 以及绿色的斜距部分 分别由VM和C组成 这个VM就是刚刚所述的 在吸附器表面的单层饱和吸附体积 这个C我们称之为BET常数 其中单层饱和吸附量等于 E除以拮据加上斜率 而斜率又等于C-E除以VM乘以C 通过拮据和斜率 我们分别可以算出VM和C 同时对于一般性的借孔 大孔或五孔材料 做分析时的选点范围 可以从封压等于0.05到封压到0.35之间 在PBP0.05和0.35之间应用BET方程 我们就可以算出斜率和拮据 以及其对应的VM和C值 为什么要在0.05和0.35之间 一般来说在0.05这个封压值 也就是多层吸附理论 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 而当大于0.35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会发生毛吸管凝聚 也就不再适应我们的多层BET吸附理论 所谓C常数C值或者BETC常数 它反映的往往是吸附质和吸附剂之间 相互作用的强弱 一般来说C值越小 吸附质分子和吸附剂表面的作用 也就锐弱 对于很多做BET表面分析的客户来说 它往往会得到一个为负的C值 其实C值的定义 它是一个指数函数 它定义E的一个指数 其中指数向为Q1-QL除以RT Q1也就是第一层吸附的吸附热 而QL就是液化热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指数函数 所以C值它是不可能为负值 当你做数据分析时出现C值为负的情况 那就说明你的BET分析方法一定是错误 你这时候一定要变换你的PBP的选值范围 让你的C值为正 同时如果你做出BET分析报告的时候 发现你的C值非常大 如果是远大于300 那说明你的吸附质和吸附剂之间的作用 相互作用强度是非常强的 那这时候可能预示了你的材料 是一个微孔材料 这个时候也是不适用于我们的BET多层吸附理论的 一般来说 像我们这边的图例所示 一般C值大于2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2型等纹线 也就是一个大孔或5孔材料典型等纹线 如果C值是在0号2之间 那它可能是个三型等纹线 它也是一个大孔或5孔的材料的吸附等纹线 二型等纹线和三型等纹线的区别是在于 二型等纹线它的一开始是向上扬的 再慢慢的走线性部分 最后再突然上升 而三型等纹线 它一开始的线段范围是向下凹的 然后像一个指数函数一样的一路上升 一开始向上扬 就说明你吸附质和吸附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要弱于吸附质和吸附级之间 而一开始向下凹 说明你吸附质和吸附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要大于你吸附质和吸附级之间 这就是所谓会造成二型等纹线和三型等纹线不同的一个原因 如初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用氮气作为吸附质 在液氮气阶级下的一个吸附等纹线 可以看到在相对压力非常小的范围内 它是有一段陡栏上升的区域 这里我们称之为微孔填充 就是微孔中发生的一个吸附质的填充的一个过程 之后随着相对压力的进一步上升 当微孔填充已经结束 在这一段比较线性的区域 发生的就是多层吸附理论 一般就是在风压从0.05到0.35之间 如图所示 当完成单层饱和吸附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发生了多层的吸附 一般对于五孔或大孔材料 它的等纹线从多层吸附开始 就一直会比较性性的往上走 然后最后在PBP0等于 或接近于1的时候 达到一个吸附宝盒 但是如果是一个借口材料 它极有可能会发生毛吸管凝聚这一现象 发生毛吸管凝聚的时候 这时候从相对压力等于0.35左右开始 会有一个突然的上升阶段 这个时候吸附质气体 会在借口材料或者毛吸管孔径当中 发生液化凝聚 也就是我们所出的毛吸管凝聚现象 同时通过BET方法计算孔的比表面积 或者材料的比表面积时 我们可以采取单点法 或者是多点法 多点法一般也会是3.5点或更多 像10点方法 通过用单点法测BET比表面积时候 它的优点是测试速度会比较快 但缺点是它会有10%到20%的比表面积测试的误差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在追求更精确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采用多点BET测试方法 当最后 P比P呢 有些相对压力接近于1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 如图所示 所以说 我们通过吸附等纹线 我们就可以 算出 比如说 孔 或者你材料的比表面积 也就是通过BET方程 从0.05到0.35这一线形段 算出你孔的比表面积 我们也可以通过毛细管凝聚 结合BET方程 我们以后会讲到 算出你孔的孔径分布 然后 因为 吸附这气体 在最后会发生空体积的填充 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吸附等纹线 算出你的孔的体积 我们称之为孔容 我们自己概论的一些 可以用BET方法测试的材料 比如有制药当中的乳糖 有典型的借孔材料 硅胶 还有一些典型的硅孔材料 比如费时 佛性碳 莫浮等 像乳糖这类大孔或五孔材料 它的比表面积一般都比较小 可以小于 一个平方米每克 甚至达到 0.05个平方米每克 而像典型的一些借孔材料 比如说硅胶 它的比表面一般是 200到850平方米每克 而对于像墨幅这些材料 它的比表面 可以甚至达到 7000平方米每克 虽然对于像微孔材料 我们一般不建议用 BET方法去测它的比表面 但是也不是说 BET方法就一定不可以用于 微孔材料测试 之后会讲到 对于微孔材料 我们如何选择正确的分析点 比如PBP0点 以及要遵循哪些规则 才能更好地用 BET方法去测试这些 微孔材料的比表面 我们除了需要了解 我们BET方程的应用条件 和应用范围之外 我们的实验操作步骤 对我们最后的分析结果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添加样品 质量的多少 我们进行前处理时候的 温度时间和抽针空 或催少数据的大小 以及我们是否使用填充棒 或者是使用氮气或其他气体 作为吸附级 这些等等参数的设置 都会对我们最后的结果 产生影响 我们需要 提前对我们的样品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然后才能正确地设施 这些实验操作的步骤 我们先举一个 借口规律材料作为例子 我们在0.05到0.35 这个封压范围内 用BET方程计算它的比表面积 首先我们采用7点BET 计算器比表面积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7点BET计算出的比表面积 为203.35平方米每克 其线线相关度达到了4个9 然后我们同时采用多点BET 也就是7个点以上的数据点 进行线性回归拟合 计算出的比表面积 是203.56平方米每克 与7点BET方法相差 并不是很多 多点BET的计算精度 会更高一点 但这边用7个点就已经足够 然后这是一个典型的微孔材料 费时 我们同样在0.05到0.35之间 使用BET方法计算器比表面积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它得到了一个负的斜距 算出了一个负的C值 我们前面说过 负的C值就意识到你BET选点范围 进行分析的选点范围是错误的 因为C值是不可能为负的 那么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 之前也讨论过 BET方程 如何才能更好的应用在微孔的 预表面分析当中呢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 微孔的吸附等文线 在0.05和0.35之间 基本上它已经达到了吸附平衡 已经达到了吸附饱和 在这个时候 你是得不到微孔的填充数据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使用BET方程 也就是说在0.05的0.35之间 使用BET对微孔进行分析 肯定是不对的 以列举的三个文线 能够更好的知道我们 如何应用BET方法 去计算微孔的材料 其中第一个是 RUKROR在2017年 发表了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 第二个是一个 IUPS的技术报告 最后也是一个 ISO9277标准 它也是规范的BET 在微孔材料当中的应用 首先我们如果得到一个 微孔材料等文线 在选取等文线上的数据点 进行BET线性理合时 理合出的BET必须是线性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理合出了结句 然后算出了C值 必须为正值 第二在我们Mac的 封信软件当中 你选择BET这一项 你会看到有一个 叫做RUKROR的BET图 在RUKRORBET图当中 我们必须保证 N乘以1减去P减P0这一项 是随着P除以P0递增的 第四我们通过线性化的BET方程 会算出一个 单纯宝和吸附量 那此单纯宝和吸附量 所对应的PBP凝值 在吸附等文线上 必须要落在 其用于理合线性BET的 PBP凝范围内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选了0.45到0.35 这个范围内的5个点 或7个点 去用于理合线性的BET方程 然后从线性BET方程上 算出了一个 单纯宝和吸附量 这时候你回到 你查了吸附等文线 然后你在重坐标上 找到所对应的 单纯宝和吸附量VEM 然后其与吸附等文线交点 所对应的横坐标 也就是其单纯宝和吸附量 所对应的PBP凝值 必须要落在你刚刚所选的 0.05到0.35这个范围内 最后我们通过BET 你和线上得到的VEM值 需要带回到BET方程 也就是令BET方程当中的 VA就等于VEM 此时会算出一个PBP凝值 这时候我们就要令这个PBP凝值 于等文线上当宝和吸附量VEM 所对应的PBP凝值的误差不大于10% 如果这个误差大于10% 你就需要更换你分析的选值范围 也就是你需要更换你用作BET 你和的选点的范围 可能就不是0.05到0.35这个范围了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 是一个微孔材料 使用我们软件进行分析 在两个蓝条之间 它选择的数据范围 是差不多0.05到0.3这个封压范围 可以看到它的C值是负着51点多 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在乳科如二比一体图上中 它的Q乘以1减PBP凝 随着相对压力PBP凝的递增 它是在递减的 这是第二个错误 这两个错误就预示着 它的选点范围 就是所谓的0.05到0.3之间 这个分析范围是不对的 这里我们软件提供了一个叫做 Auto BET的自动加载功能 大家可以在Samplify Advanced Report Option Advanced Rept Edit Lawscript这个路径下 找到这个Auto BET自加载功能 然后加载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的软件可以自动分析 当大家使用BET理论分析微孔材料的时候 是否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所说的五个规定 就是比如说是否你做BET分析微孔比表面时 所得的C值是大于0的 是否你的N或者Q乘以1减PBP0 是随着PBP能递增而递增的等这些条件 这里我们给出一些对于使用BET理论 用于微孔比表面测试一些小贴士一些建议 当我们使用BET理论或者框层分析微孔材料时 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PBP0范围用于数据分析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展相对压力范围 或者选择等纹线全范围分析 但一般来说对于微孔材料PBP的范围 一般从0.001到0.03范围会比较好 第二我们要注意观察如Coreal BET图 或者直接使用我们的Auto BET Fit 也就是自动BET理合功能 这样分析的结果会更加准确 第四我们分析样品材料时 对于微孔材料我们的样品质量不需要加太多 第五我们需要准确测量样品管的冷热自由空间 第六对于测试微孔材料我们不需要添加填充棒 一般添加填充棒是对于那些表面积比较低的材料而言的 这里显示了一个聚合物的B表面数据 我们使用BET理论对其B表面进行计算后发现 其B表面大概只有0.2563平方米每克 是属于一种低B表面物质 通过BET线性理合后发现 其C值为36.26 其线性理合度也就是R²是0.9989 并不是很好 由于这是一个低B表面物质 我们后续的实验增加了其质量 由于之前的线性理合度并不是很好 鉴于此聚合物的B表面并不是很高 属于低B表面材料 我们把其质量差不多扩大了三倍 重新又测试了一遍BET之后 发现其线性理合度升高到了0.9996 所以对于低B表面的聚合物 我们提高其测试准确度的一个方法 就是增加样品的质量 对于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材料 是个木质材料 从它的吸附等纹线上 我们可以发现 其吸附量随着相对压力的增加 反而降低了 这是一个低B表面的物质 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也可能很多种 第一可能是你样品管发生漏气 第二可能是被这个木质材料的 前处理托气没有做到完善 可能气体并没有托干净 还有种可能就是 我们样品管冷热自由空间测试的不准确 都会造成这种吸附压力的上升 反而吸附量在降低 因为这个吸附等纹线只有前三个点 是随着吸附相对压力的增加而上升的 所以我们只选取了前三个点做线性离合 如刚刚所述 引起吸附量随着吸附的相对压力增加 还有低减的现象 第一可能是因为 样品管的冷热自由空间测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引起冷热自由空间的测试不准确而造成的 为了消除样品管中冷热自由空间测试不准确 这样的误差 我们迈克还有一款吸附仪叫做杰米奶 这款仪器的设计都独特之处 是由于它引进了一个叫平衡管的系统 就叫reference tube 是个平衡管 它相对于样品管有的相同的压力 同样也是进入在液氮环境中 这样的话 分析条件对于平衡管和样品管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压力传感器D这个地方的压叉 计算出两边枪式A的气体的某瓦数的变化 这个某瓦数的变化就是吸附量的变化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平衡管设计的气体的压力 始终是应该和样品管中气体的压力保持平衡 但是由于样品管中有样品 所以会导致样品管中的压力降低 这样压力降低就会导致我们平衡管和样品管之间产生一个压叉 这样的压叉就是刚刚所述的 由于吸附量引起的这么一个压叉 通过这个压叉我们就可以算出 在样品管当中的吸附量是多少 通过这样的设计 我们可以抵消自由空间的测试误差 也可以抵消外部环境所引起的 比如像温度的温差等现象 这样的话 可以我们通过接密来这样的一个平衡管的设计 可以兼顾测试的灵敏度和速度 保持测试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这里我们对刚刚的木质材料进行了重新分析 使用两款仪器 其中一款是捷媒奶 也就是带平衡管设计的新型的吸附仪 另外一款是我们的吹斯大 是不带平衡管的 使用传统样品管进行测试 需要测试冷热自由空间的仪器 可以发现使用捷媒奶之后 我们的等纹线中的吸附量 再也没有随着相对压抑的增加而递减 而使用我们传统的吹斯大 就是不带平衡管设计的传统的吸附仪 我们的吸附量随着相对压抑的增加 还是有递减的这样的情况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 使用我们的捷媒奶 我们的相对相关系数 线性相关系数达到了四个九 吸附的准确度也是大大提高 所以说对于冷热自由空间所引起的 吸附量随着相对压力的增加而递减加的情况 客户们可以选择使用我们 带平衡管设计的捷媒奶吸附仪 这里我们显示了一个15连接地的等纹线结果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更加夸张 随着相对压力的升高 其吸附量基本上是线性直线下降 这样的结果是完全不准确的 如果得到这样地件非常明显的等纹线 我们也是没法从其中采集数据 是去做BET线性离合 对于这种现象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所用的吸附式气体 并不合适 之后我们把吸附式气体从氮气换成了氪气 可以看到此15连接机的臂表面积其实只有0.1696平方米每克 其臂表面积非常小 对于臂表面积非常小的材料 其实使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是不怎么合适 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氪气 当我们使用氪气作为吸附式气体的时候 可以发现同样在77K的温度下 其吸附等纹线就变成正常的一个水平 随着吸附相对压力增加 而其吸附量也是上升的 那为什么对于比表面非常低的材料 需要使用氪气作为吸附式气体呢 因为在相同的温度下 比如77K温度下 氮气的保护生气压可以达到760个托 而氪气就有2.5个托 如果材料的比表面非常低 那么它对我们吸附式气体的吸附量就会小 其相应的压力的降低就会变得非常小 这么小的一个信号需要被测量到的话 就要求我们的背景信号值不能太大 否则我们的测量信号值就会被淹没在背景信号值当中 为了提高我们的信噪比 我们就需要降低背景的信号值 也就是背景气体压力的压力信号值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个保护生气压 比较低的气体作为我们的吸附式气体 为了达到此目的 我们可能需要风子泵 来测量非常小的一个吸附量 也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压力变化的一个响应值 我们用风子泵 这样就可以把真空度戳到10的-6的拖的条件之下 同时我们的压力调感器也是要配以10拖的 这边我们先举个例子 首先我们记住在77k温度下 氮气的饱和蒸气压差不多是760毫米拱柱 也就是接近一个大气压 而氮气的饱和蒸气压是2.5毫米拱柱 这边我们举一个具有1平方米总表面积的样品 放置在20毫升的样品管中 在PBP0-0.20 如果我们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其吸附量是0.287毫升 如果我们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其吸附量是0.222毫升 通过影响机体状态方程 我们可以得到 当完成吸附后 在PBP0-0.2的平衡条件下 若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管内剩余的氮气有14.14毫升 而如果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管内剩余的气体有0.046毫升 然后通过刚刚以吸附的量 以及剩余的量 我们作为对比可以发现 如果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管内之后还会剩下98%的氮气 而如果我们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吸附平衡后管内还剩下17%的氮气 如果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其加压力变化仅有2% 并不是很好测量 而如果用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其加压力变化可以高达83% 这样就方便于我们测量 提高了性造比 另外对于DB表面材料的测试 我们这边也给了一些小贴士或建议 首先对于DB表面材料 我们建议要增加样品的质量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吸附的量 提高性造比 第二我们也是建议使用填充棒 同样也是为了提高性造比 第三我们可以建议使用我们的 接面来仪气测试 其结果可能更准确 最后我们建议可以使用氮气 而不是氮气作为吸附式气体 这边我们显示了不同的托气条件 对于同样材料最后测试的DB表面的影响 可以看到对于同样的一个碳材料而言 其托气温度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其最后DB表面的大小 在保持抽真空时间和抽真空速度相同的条件下 随着抽真空后的托气温度的升高 一般来说材料的DB表面也是变大的 由于托气温度的升高 我们可以更多的托走 原先吸附在材料表面的空气和水蒸气 这样就能暴露出更多的材料的本身的表面积 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测试的DB表面积也是变大的 所以说我们在做实验前的托气步骤也是非常重要 尽可能的可以升高我们材料的托气温度 但托气温度不要超过我们材料的玻璃化温度或者分解温度 同样的如果不想升高温度的话 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抽真空时间 比如说可以延长到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此次的网上培训的几个要点 第一 对于不同的材料 我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测试参数设置和实验条件 比如对于微孔材料与DB表面的材料的测试条件就不一样 对于微孔材料 我们可能不需要加填充棒 而对于DB表面材料 我们可能就需要加填充棒 第二 如果我们的测试数据很糟糕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数据采集范围 比如说我们当用BET理论去算微孔的比表面时 我们算出的结果如果很糟糕 不符合之前所说的五个条件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变更我们的PPP的选择范围 或者直接使用我们的Auto BET Fit功能 最后 对于样品的前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样品的前处理也会显著影响最后的 BET分析的B表面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拖期温度和拖期时间等等 非常感谢张晓天博士的讲解 也感谢各位的聆听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留下您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将结成为您服务 帮助您更好地理解物理吸附的相关内容 我们 za期谈看 热热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为了解决赫期间 在开明年之后 我们在开明年之后 我们要踏描屏幕上方的欧音 Vamos就这样 我们要帮助您的п务